最近梁云特殊官外面夾了一支牛仔造型的总体艺术 其实这市区公司为了向应管市合并十几年所推出的国家庭 它就梁云特别的申业为主帝 结合到调操的所在 严顾环保的理念 打造独立无计的国家庭 但是梁云在地的特色 这次的话我们也跟明慧一专来合作 以肉籠产业特色做发想 结合我们流营区乡村的稻草 这个灯饰的话是名称是药 作品就是以乳牛跳药草捆的象征 流营地区的肉籠产业 配合到官外有的官邓 公司的特别在官来几位与牛共舞的主帝车店 将一专业跟有相关的车的经历起来 放在日口的所在 方便更方便来做 希望可以拿行造车的风气 搭造罪牛图书馆 我们特别配我们牛的花灯 在图书馆展览 与牛共舞这个主题展览 里面展示有一些 像认识牛奶 一些牛的一些相关的书籍 也似乎要市民一同来共襄升级 提高我们市民的读书风趣 区中旺青龙说 没人摆在出来的车只是第一批 流营会为其他的特殊馆 调更多牛相关的车过来 欢迎亲民朋友来牛奶 特殊馆和汇丁欺识 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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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新闻 欧队流亚菜红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